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演艺新创国际行销有限公司的邱妍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欢迎邱妍,你好 嗨,大家好 好的,那会想先请邱妍跟我们分享 当初创业的一个起心动念是来自于哪边呢? 来自于想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 嗯,是,那可以带给我们分享你们的这个演艺新创国际 大概是在做什么的呢? 我们主要是设计商业模式,还有股权架构 那最近呢,比较主打是在教育这一块 所以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商学院 嗯,是,那应该是说本身其实在做这样的一些股权架构 以及商学院其实在过程一定是非常的不容易嘛 对,那在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瓶颈呢? 事实上蛮多的耶 因为最重要的是制度没有问题 问题的是可能人 人这个部分比较困难 可能就是,你怎么分的比较多 那个分的比较少 就会有这些问题 是 我们就要花点时间去跟他们沟通 他的架构的原理在哪里 你们说其实最主要其实就是人是属于比较不可控 当年经常复制,但是其实蛮难的 对 是,那会比较好奇说 其实以下目前来说 其实你们也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嘛 对,那这个在服务可能说客户的过程当中 例如可能帮他们建制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那在过程有没有是比较令你感到就是印象深刻的呢? 嗯,也有 就是他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 帮他顺利创业 像我有帮助一个他是做运输业的 那他了解整个价格的时候 他就协助他从本来自营运后来开公司 并且把他的一些可能债务 透过不同的方式让他换掉 那他这一点是他蛮感谢我的 嗯,是,等于说其实应该说 一个公司他们的一个核心定位 其实本身很重要 对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你没有设定好 那后续歪了 可能是你甚至已经想要救火 其实就更难了 对 是,那会比较好奇说 以现在目前来说 你们当初所创立这个公司 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理念是在哪边呢? 让企业少走远望路 嗯,是 对,那因为其实你刚刚有提到 你自己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商学院 那你们现在目前是以ESG为主吗? 对,我们以ESG为主 E就是那个环境保护码 S就是社会责任 G就是公司治理 那我们希望可以把它达到说 所有企业结盟起来 达到永续模式 嗯,那说怎么会想要往这一块去发展呢? 嗯 因为我们很清楚 接下来可能会出现叫绿色通膨 嗯 这会影响很多的中小企业的这个经济的危机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部分 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个ESG的问题 嗯 那也很多人因为在这里 他们没有感觉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需要花点耐心 去慢慢地指导他们 是,等于说其实对于ESG这个know how 其实它是必须慢慢累积 对于现在市面上不管是消费者企业主也好 对 是,那以下目前对于像整个公司可能包含在未来规划 有没有大概一个短中长期的一个想法呢? 我们现在短期针对商学院我们想要招募优质的股东 一起来工创美好 这是我们的短期 然后接下来呢 长期呢 我们希望带着企业主一起到海外去做生意 嗯 到海外怎么说呢? 嗯 毕竟外面的天空还是比较远啊 是 所以我希望说有赚钱的门路大家一起来 嗯 那这个部分就是到海外才有机会可能达成 是 其实刚刚邱炎其实有提到他希望可能在台湾可能组成一个team 然后大家就是共同携手 等于说其实因为团队毕竟力量还是比较大的 对 对那这时候其实你们共同同进同出 其实对于整体安慰来说 整体发展也会更加的稳定 对 是那应该说如果当今天是一个年轻人好了 他可能对于你们这个领域他也是非常的向往 甚至是说他未来也想出来自行创业 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会想要跟他们去做一个分享呢? 嗯 我这个可能真的要反问你了 可以吗? 可以可以 你觉得创业的目的是什么? 创业的目的很多人都说是赚钱 但是又有人说是因为他为了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十之八九有九成都是觉得是赚钱对不对 可是创业像我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创业不是赚钱 是建构系统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公司经营到 我接下来不用去管了 我在家里我都有被东西收入 这样的系统好不好 当然好啊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创业过程中 也可以理解这个架构 那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我的偶像 他就成功做到这样子的 叫丹胜益 王平集团的创始人 他把服务业做到一个系统 然后让他现在 虽然退休了 他还是有一个公司的一个被东西收入 是所以等于说到底要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商业模式 并且可以标准化把它复制复制再复制 等于说你今天一生当中你再也不是追着钱跑 而是你今天一闭眼睡个觉 哇反而是钱一直进入到你的那个口袋 那种概念 对 是那应该是说会想特别请丘炎跟我们分享 有没有话想对自己20岁的自己说呢 有六个部分 就是六项经济 第一句是努力 你要不要亚于别人 那你要更加更多的努力 然后第二个就是谦虚 要懂得谦卑谦虚多去学习 然后再来第三个是你要有就是 我有点忘记那六个 他就是有六项 那我希望说他可以好好的针对这个 那个道生和父的这个精神去追随 是 但其实在穿业过程当中 其实本身就不容易 因为毕竟他就像是你在一个船 一艘船上 但是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蜡打上来 对 但你要怎么样把这个船舵 我就是可以把他掌控的稳定 并且其实我刚刚觉得 丘妍讲到很棒一点 他是希望可以号召一个很棒的一个团队 大家共同前进 其实每个人就负责他所适合的角色 那其实在过程当中 其实整个路程 其实可以大家共同的收益 共同的追求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的部分 我们就非常高兴邀请到丘妍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在创业一路走来的历程 那我们谢谢丘妍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丘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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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